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点课咱们学习了 什么是函数 对吧 什么是模板中的函数 咱们说函数的格式有两种 对不对 一种是普通的函数 就跟我们独立标签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一种是块级的函数 对吧 有结束的这样的函数 对不对 分为这两种格式 那么这两种格式的区别就在于 有没有结束标记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按功能区分的话 如果按照应用区分的话 咱们分为内置函数和自定义函数 对吧 内置函数就是系统给我们提供好的函数 我们不能改也不能删 他要我们怎么用 我们就怎么用 是不是这样的 而自定义函数是不是这些 对不对 自定义函数那都相当于自己定义的 当然系统给我们提供一些定义好的对不对 对于这些函数我们全可以把它删掉 对吧 也可以哪个不合适 我们去改它 对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 但增加内容就是我们下几个要介绍的自己一些函数 然后加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内置函数和自定义函数的区别 对不对 重点是内置函数 而自定义函数重点是自己不可加 而系统给我们提供这几个内置函数 其实用途都不大 对吧 用途都不大 那这几个函数在哪呢 其实这几个函数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 在library下边的 你看 插件木木 看到了吗 一个函数 这里边的一个函数 对应的就是这里的一个文件 咱们自己做的时候也按这个方案做 你看 efection和block开头的就是函数 block开头是块机的 fix开头是函数机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这函数是哪个 fix rtm image.prp 对不对 那它对应的就是哪个 rtm image 是不是这个 对不对 那如果我把这个删掉 对吧 那怎么呢 这个还是就用不了了 刚才我就删掉了 对不对 所以可删 那我当中也可以加 对不对 那系统其他还是怎么用呢 咱可以简单用一下 对不对 但是用之前 咱们记着 插件木录是不是在这啊 对不对 还记着咱们前面学过 自定义的变量修写器吗 那当时咱们把谁改掉了 把配置文件能改成什么了 你看 改成赛的设置插件的木录 把木录已经切换了 对不对 既然切换了 那找插件就找这个 木录下的插件 而不会再找系统里面 那个插件木录了 这样系统就用不了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我想要系统的能用 那么这俩插件木录就全能用 那怎么办呢 我这会用的 不用赛的 你有什么 add添加插件的木录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俩 这个木录下的和Smart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木录下的 都可以用 对吧 先记着一定要改回来 不然这里边的这些用不了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里边随便找几个 我们来用一下 咱说这些都不使用 你可以一个都不会 对不对 但是咱们使用它 可以了解函数的用法 对吧 比如说这里边咱们用一下 什么 选择日期 这是一个什么函数呢 比如说这个标是干嘛的 假如说我让你做一个 选择年月日十分秒的 对吧 这样的话 因为用户输入年月十分秒的格式 它什么格式都有可能输入 对不对 格式不正确 咱们就不能转成正确的时间优错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用户在表单里边 录入时间的时候 几乎都是选择式的 要么谈出个日历 对吧 这个是下个类表的 当然它是日历内更实用 对不对 那咱们可以做一个 没有的话咱可以做一个 但是它这个提供的是什么 就是下个类表的不太实用 但它可以看一下怎么用 直接 我们把它 这是系统给我们提供好的自定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用自己编辑了 直接在我们这里边 加上这个 当然定件服务得改成我们自己想要的 对 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们已经加了 localhost下边的什么 indest.prp 你看 而且这是英文的 咱也不想要对不对 那你可以改写这个程序 因为这个在哪呢 你看这个差别在哪呢 在lab下边的 插件下边的 咱们用的是 rtml slidetime 那这块这个对不对 你可以改这个原代码 对不对 就能出现我们的结构了 你看 那有了这个插件 我只需要这么几个字符 是不是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下类表 对不对 你看就一个2014年当前的年 对不对 那我们还可以用属性 你可以 假如说你不改代码的话 有一些东西用属性是可以调的 比如说 开始的年 结束的年 看到了吗 因为这年现在是不是有个2014啊 那我在这里边加两个属性 开始的 yern年等于 比如说从1980年开始 对吧 indyern 结束的年 比如说我们从 从2020年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 稍微一点 没有变化 但是我们点一下年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 1980年开始 一直到2020年 对不对 这样的结构已经有了 对吧 这用属性条 当然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属性 大家如果想用的话 你看 下边有对要的中文的 对不对 有这么多属性的 每个干嘛的都可以回去 但是他说了 如果自己做一个带日历的 是不是就更好一些 所以这完全你可以 对吧 但是他有这样的结构 再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 比如这个 这什么 文本格式化 他们干嘛 用于格式化文本 该还是主要是清理扣文和特质字符的 对段落按单词边界画行 看到了吗 按单词边界画行和缩近段落的格式的一个处理 对不对 他有这么多参数 看到了 对 这个刚才咱们用的是一个行级的标签 对不对 对 现在我用一个块级的标签 好 加上这个 我开始 块级的就得有结束 TFTFORMAT 是不是 然后这里边我随便找一些字幕串粘进来 假如说我去粘这个字幕串 看到了 对吧 对吧 我这会儿换几个行 如果我再不加这个标签了 先保证一下 你看 不加这个标签的情况下 它是什么格式 我们输出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再让我这上边 再换个行 但是我加上这个标签你看一下 也没看着什么变化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干嘛 你看 可以加属性来挑 比如说这里边能找两个属性 这个 单行长度超过什么自动折行 对不对 我们拿这个 比如说 放在这 像这个文本 比如说超过50个字符 让它自动折行 那么再看一下 变变化呢 这看不出来 我们查看页面原代码 你看 超过50行 是不是都自动折行了 对不对 那 如果想要有缩进 怎么办 如果想要有缩进 看一下 因为这处理文本 缩进 咱们找一下 是这个 单行缩进字符数 是不是这个 比如说我原来 它缩进八个字符 要这个显示的文本 缩进 每行都缩进八个字符 前面看不出来 对不对 再是看一下这会儿 查看页面原点吧 你看前面是不是缩进了八个字符 对不对 当然了 因为在RTI页面里边 你这是看不出来的 我怎么能要得看出来 外边加一个 PRE 圆形写 斜杠PRE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看到 既折行了 又缩进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不要它五十个 缩进 我要它一百个 缩进 或者是八十个 缩进 你看有没有变化 是八十个 一块 对不对 我要它 比如说前面 缩进 是四个字符 这么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用了两个 一个是长级标签 一个是什么 块级标签 对不对 其他的 你可以另选一些 去使用 对不对 比如说 这里边 咱们再用一下 儿天表格 对不对 自定义它 将数组中的数据 填充到儿天表格中 对吧 这里边 如果大家想使用的话 看不懂这些没关系 对不对 对吧 你看 下边有什么 有这样的例子 你看我把这个 干嘛呀 粘到P2P里边 它P2P是不是得分配变量 然后根据例子去研究 就更好一些 你看把它粘到我们 P2P程序里边 什么样的 变量和前面是一样的 分配一个数据 数据里边 是123456789 对不对 对 然后分配一个TR 这里边什么 两个变量 一个数据 123456789 一个TR 让TR有什么 背景颜色是这个 对不对 第二个背景颜色是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会出现什么结果 然后 我们看效果再去研究 然后在RTMR这块里边 看啊 我们下张 直接加一个这个 循环 是吧 我在这个最下边 加这个 循环这个速度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123456789 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表格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按下边这几个属性 再一个一个加呢 你看 它形成这样的表格 对不对 循环速度 然后行列 边界 我们再加上这个 咱用一下 你就能了解 这几个属性是干嘛的了 对不对 比如列是4 对不对 表格属性 咱们加上边框 在运行 那它怎么的 没有边框 你看 是不是4个一个没有边框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怎么的 了解这几个属性了 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还可以了解这个属性 你看 所以 按照这种方法 那系统里边每一个你都会使用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加上这个 这样的话 表格 循环的是这个数字形成表格 对不对 列 first 这个 这是指定列了 原来我们指定列是不是4啊 4 现在你看我们指定字幕串了 这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会是字断0呢 然后TR属性 你看这表格属性 TR属性 我们使用这个 是不是我们前面PP分配变量 有一个这个变量吗 对 那记不记得当前说过 在函数的属性上面可以使用变量吗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这又是什么结果呢 我们改成什么 必须得用咱们自己声明的边界才可以啊 好 用自己声明的边界 我们小心印象 好 你看 是不是上面出现这个 然后格上翻色了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数据 数据更长一些 再来一个 一二三六六七八九 对不对 嗯 那我们专心一下 看一下这表格 你看是不是格上翻色了 对不对 嗯 这个颜色 当然我们不太清楚 对不对 对 那大家通过这种方法 我只给大家做了三个的时间 对不对 对 那大家要知道 每一个是干嘛的 这里边 对不对 嗯 来 要知道每一个是干嘛的 因为系统这几个都不太常用 对不对 所以就用这种方法 了解一下什么是块函数 什么是函数 就可以了 嗯 当然了 虽然这些都不常用 那么自定还是又有什么用呢 用法就是如何自定义扩展 对不对 你可以做成像RT85那样的效果 对 对吧 想要什么标签 一条代码搞定的 你就可以写出来什么 所以呢 下期开始 咱们自己定义 什么 自定义的函数 然后就把你想要的复杂的工作变成一个标签 那么美工人员只要掉一个使用一个标签就完成了这个复杂的功能 对不对 这个才是咱们真正自定义喊上的目的 而系统函数 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你完全全删掉都没关系 也就是你找到这个插件目录 你把它全删掉都没关系 留下 因为这里边没几个常用的 只是了解一下系统提供哪些一些结构而已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些课就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谢谢大家